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跟利度母相应 有两个口诀 你要知道 利度母的厌望 她的厌 利度母的厌 她的厌历 她所发的厌 你一定在修法的时候 你发利度母同样的信念 这是一点 第二 你供品 你所有供养利度母修法的时候 供养利度母的供品 每一种 你都要吃一点 供完以后 每一种 都要吃一点 也就是说 你供利度母的水 你一定要喝一点 你供养利度母的果 水果 你要吃一点 每一次都要这样子做 虽然你这个 入我我入的观 非常清楚 而且合一 而且经常梦到 这个卢斯尊给你加持 你在梦中 你就祈求 卢斯尊 说你要 提醒 你的本尊 利度母 给你加持 依照这三样 第一个 修利度母的时候 要发验 发的是利度母本身的心愿 第二个 你要吃利度母的供品 吃不完 每样吃一点 每次都要做 就是口诀 第三个 你既然可以在梦中 见到卢斯尊 你就祈求卢斯尊 给你加持 让你能够 跟利度母相应 这三个口诀 教你 我先见到卢斯尊 我先见到卢斯尊 感谢观看